今天是以军攻入加沙的第八天,虽然以军中路突击集群,已经抵达地中海海岸,彻底完成了把加沙割裂为南北两部分的战术任务,但是以色列也正式打开了大规模巷战的潘多拉之河,两万多以军面对四万哈马斯武装人员的殊死决战,才刚刚来开序幕。 11月2日,以军发言人哈加里准将对外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已经完成了对加沙城的合围,加沙城内大约四万多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已经实质上处于四面楚歌的状态,同时以军北方打击集群和中路突击群,对加沙城构成前行攻势,正在逐渐向加沙城去渗透。 在加沙城西北方向的哈拉夫大街,以军在控制周围建筑物后,开始从西向东,缓慢进入加沙城城北的居民区。 总体上来说,以军在10月30日之后的进攻中,屡次遭到哈马斯武装的游击战偷袭,所以其推进采取了推土机模式,也就是通过以军空袭,加上推土机精确障碍的战法,一步一个脚印的扩大占领区, 逐步压缩哈马斯武装在城内的活动空间,这种战法相对来说比较适应加沙城区的实际面积,以军拥有空中优势,可以将地面部队遇到的所有阻碍全部轰平,从而减少以军地面部队与哈马斯武装接触的机会。 在以军中路集群推进的过程中,以色列军队就采用这种战术,从萨拉丁大街由东向西迅速进入拉西德大街,并在11月2日下午抵达加沙海岸。 行动过程中,以军在靠近高层建筑物和疑似地道洞口的区域,进行了高密度轰炸,大批一吨重的钻地弹药,直接将整片区域的地层翻开。 哈马斯武装根本就没有条件阻止以军行动,当然以军在入城后依然小心翼翼,并没有全面展开对加沙城的进攻,以军之所以如此谨慎,其实因为他们一招背舍咬十年帕锦绳。 根据以国防部官员称,自10月27日宣布扩大在加沙地带的地面行动以来,以军已经投入第36和第162两个装甲师。 其中第36装甲师,下下两个装甲铝和两个步兵铝,第162装甲师,下下两个装甲铝和一个步兵铝,这七个铝的兵力约为2.1万人,再加上配套的后勤保障力量,以军准备进攻加沙的部队总兵力超过了2.6万人,和已经动员,并且用于包围加沙的36万人相比,以军现在的进攻严格来说,依然还属于试探性攻击, 大部分军事行动都是在位更大规模的入侵扫清障碍,在历次中东战争中,多次击败阿拉伯联军的以色列军队,为何如今为在面对哈马斯这样的民间武装组织时,却显得如此谨慎呢? 其原因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方面,首先如今的以色列军队,更多是一支空军为进攻核心,陆军为防御为主的联合部队,前以军监察员布里克少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最近的几十年中,由于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边界大体固定,以色列很少出动陆军和周边国家进行大规模交火,而多数时间是凭借着空中优势,对邻国进行空中打击。 例如自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以色列空军一直坚持每天空袭叙利亚,为此甚至还牵连到俄罗斯的一二二十电子战飞机,被续防空部队意外击落,由于在很长时间内,只需要出动空军就可以有效遏制周边,反对以色列的国家和武装组织,所以以色列陆军的训练越来越拉跨。 布里克少将说,以色列陆军目前的处境很悲惨,他们还没有做好应对大规模地面冲突的战争准备,既没有用于应战的紧急物资储备,也没有按照要求进行广泛的基层训练。 在开战前所有大规模演习已经停止,各部兵营也已多年没有接受系统的地面进攻作战训练,也没有足够武器组织训练和培训工作。 以色列军队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地面进攻,虽然以色列陆军总兵里约为13万人,但主力都驻扎在北部的里以边境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防止真主党和叙利亚军队可能的袭击。 而进攻加沙的乙军部队,大部分是临时征召上来的预备役人员,其战斗力本来就差。 在乙军进攻最开始时,还发生了以空军飞机轰炸自家地面部队的乌龙事件。 其次乙军之所以如此谨慎,主要是因为其曾经在进攻加沙的作战中付出了血的代价。 在2014年时乙军也曾经对加沙发起地面进攻,但是那一次进攻行动中,乙军多辆梅卡瓦主战坦克,重型步兵战车和重型装甲退土机,接连遭到哈马斯武装的密集火力打击。 而跟在坦克后面的乙军步兵,就是因为陷入了与哈马斯的近距离枪战而损失惨重。 根据统计,在2014年已经进攻加沙的行动中,哈马斯总计打死了66名乙军士兵,乙军不得不狼狈撤离了加沙地带。 需要说明的是,以色列是一个小国,目前其全国人口只有约920万,而且真正的犹太人只占全国人口的大约67%,也就是大约616.4万人。 这些人中还有大约130万不纳税,不服兵役,还要政府救济的所谓哈瑞敌人。 所以以色列真正能够服兵役,且投入生产的人口也就是400多万,由于人口相对较少。 于是,以色列对于部队的兵员损失非常敏感。 这也就是2014年时,乙军紧阵亡66人,就不得不狼狈撤离加沙地带的主要原因。 如今乙军的进攻准备甚至还不如2014年,此时如果这支准备不足的部队贸然攻入加沙,对以色列战斗步兵而言,很可能是一场灾难。 以色列目前在推土机、攻城兵、坦克、战斗机、装甲车的协同作战下,开始了对加沙城的围攻。 而哈马斯也开始抵抗以色列装甲部队的进攻。 以色列为了加快结束,完成对加沙城哈马斯的战斗,再次对加沙北部居民发放传单,要求加沙北部居民沿着萨拉丁路线赶快离开。 因为以色列在没有清除哈马斯之前,不会结束地面行动。 目前哈马斯和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以西的沙地营地区与以色列军队已经交火。 哈马斯采用了火箭弹对以色列坦克进行攻击。 虽然哈马斯声称有击毁以色列坦克的记录,不过以色列方面也发布了拦截火箭弹成功的消息。 双方之间肯定都有损失,只不过为了提升士气,肯定是报喜不报忧。 从卫星图像看,加沙城附近区域的交火异常激烈。 以色列的目的是对加沙市中心进行封锁,甚至要封锁到达西法医院周围的街道。 以色列认为该医院的地下是哈马斯总部及其军事行政办公室。 不过以色列想要对加沙城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依然面临着很大的难题。 预攻目前加沙城仍有30万以上的居民没有撤离。 如果贸然发动大规模炮击或者空袭,必然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就目前的国际舆论看,如果以色列为了铲除哈马斯,对加沙进行无差别轰炸,那美国的压力可就大了。 现在布林肯正在中东进行各种对话,但是阿拉伯世界的态度很明确,就是要求以色列立即停火。 但是美国的态度并没有赞同这种观点。 美国现在就是要求以色列要顾及平民的安全,但是以色列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周六晚上,加沙马加奇难民营遭遇了轰炸波及,导致了数十人伤亡。 这一数字可能还要攀升。 虽然以色列要求加沙人撤离,但是加沙不是人人都有车,也不是谁都想离开。 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这一走或许就是永别。